這個Problem Solving Strategy的策略 第一個 我們看到題目的時候要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先畫一個大而且整齊的圖 我們通常看到現場的狀況是一個很複雜的狀況 這樣一個複雜的狀況你要把它簡化成一個簡單的去圖 表示它的所謂物理狀況 這個物理狀況 比如說你今天到了一個車禍事故現場 你看到汽車在這邊 機車在這邊 像昨天晚上這個新東北路就有車禍 你們一年級出門小心 那邊很容易車禍 尤其是往平交道那邊 所有車各個方向都會出現 要小心 遇到車禍事故的現場 你要怎樣把這個狀況簡單的還原 已經先把它畫成一個簡單的一個圖 第一你要討論的系統是什麼 這個本來看起來是很亂的 這個車子對不對 那一個輪胎跑到這邊去了 然後摩托車跑在這邊對不對 摩托車倒在路邊 然後還有人倒在這裡 車禍事故現場 撞了以後變成這樣子嘛對不對 那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把它簡化嘛對不對 把它簡化嘛 因為這裡有一個值點叫做M1 有一個人躺在這邊 就直接叫M2 對不對 然後再來一個車子在這邊嘛 M3 對不對 然後有人躺在這邊 M4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就可以想像這整個 然後我們要討論的系統在這邊嘛 對不對 這樣子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到這個現場情況 大概也猜得出來 大概怎麼樣子嘛 對不對 這個車一開始都這樣過來嘛 這個摩托車這樣過來嘛 要對撞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人怎麼樣 一個人是沒有被車再撞到 所以他就斜斜的飛出去了嘛 對不對 另一個人可能撞到車子又被彈回來嘛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事故現場分析圖 不就這麼畫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他不會在那裡樹苗 這個人要畫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 不會嘛 先畫 先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定義你要討論的範圍在哪邊 對不對 旁邊有什麼樹啊 有狗啊 有什麼都不要管他 對不對 定義你的系統在哪裡 好 第二個 我們畫出所有 裝在物體上的外力 裝在物體上的外力 好 第三個呢 你要知道 你今天討論的這個系統 你的這個 冠性坐標 要定義在哪裡 哪邊是你的X的圓點 哪邊你是時間的圓點 哪邊是空間的圓點 哪個地方是你的冠性坐標軸 或者說兩個物體是在同一個坐標軸上面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事件 一開始的時候 假設兩個是整數的話 對不對 兩個就是在冠性坐標軸上 對不對 只是物體M2跟M4跟M3在同一個坐標軸 對不對 M1是自己一個坐標軸 雖然兩個都冠性坐標軸 對不對 類似這樣子 好 那畫出力圖來 受力圖 撞擊的一瞬間 發生了什麼事情 撞擊的一瞬間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話 撞擊的一瞬間發生什麼事情 好 本來 畫起來M1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這裡頭有什麼 這裡頭有M3 對不對 那裡頭還有什麼 一個M2 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M4 對不對 那當然可以畫成點狀 所以這有三個點在一起 對不對 這一個點在這裡 那這個 他過來的時候 這個例是這樣 這個例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受力在這邊 這個受力在這邊 這個受力在這邊 對不對 就把他力圖給畫出來 3Body Diagram 把力圖畫出來 然後把它分解成各個方向 對不對 分解成 這個有這樣子 這個有這樣子 對不對 那每個東西就有受力的方向 是不是 好 OK 那你把它分解之後 要注意到 要去計算 沿著不同的軸 不同的軸方向 例如說Fx SigmaFx-MAx SigmaF1-MA1 類似這個樣子 然後呢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這些方程式裡頭 一定會有幾個位置數 對不對 你可能不知道誰的質量 你可能不知道誰的速度 對不對 把方程式寫出來 先解解看 那最後檢查看看 你的解是否合理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 這個騎過來 這樣一個碰撞情況下 假設它靜止 或者是假設車子靜止 可不可能發生 對不對 你可能可以假設這樣的情況 或者假設車速無窮大 這個無窮大 或是假設它的質量為零 就把幾個極端的條件帶進去試試看 看看你的這個解釋是合理的 好 那如果得到負號呢 得到負號正不正確呢 要怎麼解釋 負號到底是 這個車子反向了 物體反向了 還是說不可能有負號 之類的 OK 好 那最後檢查單位 檢查單位 如果剛剛這個極限值我先講 檢查單位檢查極限值 看對不對 那這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 牛頓的運動的公式 怎麼去解問題的一個方法 好 這有沒有問題 其實這些原則 你們都知道了啦 只是真的要用的時候 真的看到題目的時候 還是不會算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假設今天我們討論一個例 這個例比較特別的 叫張例 張例通常是同學最 不容易理解的一種例 那張例通常會翻在什麼地方呢 張例通常會發生在這個 ROP 所以ROP就是所謂的繩子上面 當你今天用一個繩子呢 怎麼樣呢 繩子去拉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個 麥克風有沒有 假設我用麥克風去拉這個桌子的時候 那這一條線上面呢 它就會有所謂的張例 那張例來自於哪裡呢 張例通常會搞不清楚的是 張例的方向是怎麼方向 如果我現在手拉 我手這樣子拉 這個繩子跟我的 我手就感覺到一個張例往這邊 那個桌子呢 它感覺到張例是往我這邊的 那到底張例是往他那邊還是往我這邊呢 這是他同學姐姐的時候搞不清楚的 那事實上張例 張例它是一個高階的向量 它是一個二階以上的這個向量 就好像怎麼樣 你在水裡頭 到水裡頭會感受到水壓嘛 對不對 那水壓到底從上面來下面來 左邊來右邊來 各個方向都有嘛 對不對 那它的這個方向是四面八方的 所以它就不像像像樣 就是有一個單一的方向 這種東西叫做張量 那所以呢 在解題的時候呢 解題的時候呢 常常會搞不清楚 欸為什麼這個張例是往這邊 那邊的張例是往這邊 那不是兩個會相消嗎 事實上不會相消 不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講這個 神上的這個張例啊 它其實怎麼樣 你如果看神上的某一段 某一個點 我剛剛講過手拉的時候 感覺到力是往那邊的 那身上某一個點呢 它感覺到張例怎麼樣 是往左跟往右都有的 就像你承 一對手拉手對不對 這樣拉著 左邊也拉你 右邊也拉你 感覺到拉力是兩邊都有的啊 它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們神職的這個張例呢 來自於相鄰的部分 這個adjection的section 然後呢 物體接 彼此接著的時候呢 這個張例呢 就會左右去拉它 好 那假設今天喔 可以做一件事情喔 你把這個 剛剛我這樣拉直的線 把它切斷 切了好幾段 那把彈簧秤 接在這邊 接在這邊 你就可以量測到 不同的這個張例了 就可以量測到不同的讀數 好 那這是我們想像的啦 好 把線切斷 然後中間接彈簧秤 接彈簧接彈簧 我就從彈簧這邊 才知道拉力是多少 那就是你的張例 好 那可能說 這個T1T2兩邊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這個狀況喔 看你的這個接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好 那這樣一個張例呢 這樣一個張例呢 它可以是一樣的 可以是不一樣的 那剛 忘了講 假設是不一樣的情況下 可能是怎麼樣子 可能是你今天把它吊起來了 對不對 一個繩子把它吊起來了 那你所受到的這個張例呢 在上面跟下面可能就會不一樣 那你所受到的這個張例呢 那你會直接在這邊 有一個例叫MG的話 那你上面那個T 上到下 可能沒一個接點 可能就會感受到不同的張例 齁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講平衡齁 平衡有分齁幾種齁 那我們這裡首先講齁 就是在牛肉應用上呢 除了繩子之外齁 還有呢 繩子是一個特例齁 還有一個呢 我們要講說 假設有牛肉運動定律 齁 作用在物體 有沒有辦法運用在物體上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考慮 兩種的平衡齁 那第一種呢齁 就是所謂的移動平衡 Translational Equilibrium 一個物體受力作用 它的狀態 會是處於在平衡狀態 可是 什麼樣的平衡狀態呢 我們現在先講所謂移動平衡 之後會講到轉動平衡 那 Translational Equilibrium 就是所謂的移動平衡 也就是說 今天 我作用在物體上的合力為0 那合力為0之後 就會造成兩種平衡 一種叫所謂的Static Equilibrium 所謂的靜平衡 有時候物體它真的就是不會動 這叫靜平衡 那另外一個呢 叫Dynamic Equilibrium 就是所謂動態平衡 就是它一直維持在動 雖然你精力作用在上面 可是它是怎樣 它還是一直在動 它用等速度去動 這種就是所謂動態平衡 那不管是靜態平衡或是動態平衡 不管是靜態平衡或動態平衡 作用在上面的合力呢 都是為0的 都是為0的 這是所謂的移動平衡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我們後面還會講到 平衡一個叫做轉動平衡 因為物體不動 有兩種狀態不動 甚至它有震動平衡 它移動的時候 它會移動 這是一種平衡 對不對 它會旋轉 也是一個平衡 它可能不移動它就會轉動 甚至它還會震動 它可能也還會震動 好 這個很快就過去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所謂的勢重 勢重 apparent weight 勢重 好 一個表面上面 那我們需要多少的濾性質稱它 這個叫做四重 所以跟我們一般講的重力的狀態一樣 我畫的圖 表示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重新再把這個 這個蘋果跟桌子的圖畫起來 好 一個蘋果 對不對 一個蘋果 這是蘋果 對不對 跟桌子 然後還有呢 地表 對不對 好 那這個蘋果呢 蘋果有一個重力值朝下 對不對 Mg一樣 受到一個正向力往上 叫Fn 好 那 你可以想像到一件事情 我們本來講的物體的重量 W 它只跟什麼 只跟Mg有關 對不對 W 只跟Mg有關 好 那我現在呢 我用我們定義所謂的勢重 是指物體支撐 平面支撐物體的這個力的話 勢重 是指平面支撐物體的話 那如果你的Fn Fn應該會等於什麼呢 今天你所受到的重力 正向力會相當於 你這個物體給它正向力 對不對 再加上什麼呢 假設你這個物體有上升 有個加速度A 或者是下降 負A 都可以 再加上什麼呢 這個物體 它有沒有正在做加速度運動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它受到的力 本來我們的重量的定義 只有這樣子喔 並沒有這個東西喔 並沒有這個東西喔 這個是沒有的喔 好 所以不管它有沒有東西支撐 重力對它吸引 以後也是Mg 就是這個值 只是呢這個支撐力 這個支撐力 就是未來你 這裡會放一個什麼 電子秤對不對 換個秤 電子秤 好了 秤怎麼寫 秤不會寫 好 電子秤 電子秤 你圈起來就好了 對不對 那個電子秤放在這邊 對不對 你加速上升 你受到地球引力還是Mg嘛 對不對 下降呢 受到力呢 還是Mg啊 所以你的重量 是不會受 不會因為你加速或減速影響的啊 可是你的勢重會 對不對 勢重跟你的正向力有關嘛 它來自於這個正向力嘛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勢重要等於你的正向力的時候 必須要怎麼樣 A就是0嘛 這樣了解意思嗎 能夠分得出重量跟勢重的差別嗎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想要量一個物體的重量 必須在一個沒有加速度的一個系統去量 那在地表上呢 如果嚴格來講地表到底沒有辦法 除非你在南極點跟北極點對不對 是不是因為地球在做加速度運動嘛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用天平量再乘上G值就好了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回來這邊 所以勢重是什麼 勢重呢 是去量測 這個支撐面 它作用的力大小就是所謂的勢重 所以你在電梯裡頭 假設你等速上升的話呢 你量到的呢 因為沒有加速度 基本上 我現在會管地球旋轉 你量到的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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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但是呢 如果你電梯加速向上 你可以量到更重 更大的重量 加速向下呢 會量到更小的這個重量 那這是基本的這個概念 有沒有問題 所以人家問你 四重跟重量 你看 你們分得出來吧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所以呢 這個真實的重量跟你的加速度無關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但是四重會 四重會 那這個所以四重呢 就是我們這個 最後在物體上的什麼 和力有作用在 你看齁 這個 這個 exact 就是作用在它上面的這個力有多少 好 所以呢 我們假設把物體放在這個 秤上面 去讀它的這個 正向力的這個大小 量到就是所謂的四重 就是這樣子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好 所以呢 剛剛有個物體作用在這個 大概有個力作用在物體上 有兩種可能的這個作用力的這個 作用的這個方向 好 那我們由這個第二定律來說 現在齁 就是我剛剛寫的齁 正向力加上我的重力 會等於你的加速度 那 那 假設速度是常速的話呢 也就是我A等於0 N就等於NG 所以我的四重會等於真實重量 那如果加速度朝上的話呢 那我N-NG等於MA 那我的正向力就會變大 所以 你搭電梯往上的時候 為什麼你覺得好像變重了 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好 那所以呢 你在加速上升的時候 勢重量會增加 那反過來 下降的時候你覺得體重減輕了 好 所以呢 一樣 NG-N 就等於MA 那你的正向力會變成什麼呢 下降的時候就MG-A 那一般我們電梯設定 重力加速度值不會大於0.1G 一般來說 0.1G 因為怕有些人這樣一上升就暈倒了 對不對 這個真的會發生喔 你速度加速太快 有些人一下就暈倒了 因為血壓一下子到不了腦部 對不對 就受不了 所以一般設定都低於0.1G 你們現在年輕不知道 年紀大的老人 老人 電梯加速上升他可能就撐不住了 這樣了解嗎 一般電梯尾的一些設定 好 所以呢 這就是第五章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一直知道到第八章 都還是你們高中國中學過的部分 所以請大家忍受一下 但是呢 過了第八章期中考之後 你們就會祈禱說 不要上一些沒有學過的對不對 因為這些部分突然又太難了